第一,從核能安全這個部分來看 從311福島的核災之後 大家也沒有辦法說 只要有核能,安全都不用擔心 他們只能頂多說到就是 我們現在的核能發電廠 我們盡量讓它做到安全 所以有了核能發電廠 反而國家必須要付出更多的力氣 跟更多的心血去擔心會不會發生 去防止它這些意外災害的發生 這是第一個 就是核能發電反而導致了安全性的考量必須升高 所以大家必須投入更多的成本跟心血 可是他說的能源安全 可能就是說能源夠不夠的問題 對嗎 對,那第二個部分就是 我剛剛說了就是我們目前來說的能源的 在台灣發電的這個問題 就是我們的能源是 我們所使用的發電 在目前來講是足夠的 沒有不安就是不夠的這個問題 那它集中在核能發電才會是是導致 我簡單的說核能發電的特色 它在能源安全上面就是 今天台灣只要都是依賴核能發電的話 因為它是大量的 也就是說其中一個機組出了問題 整個能源安全的這個受到的影響就大了 你反而應該是要分散在各種不同的方式上面 那但是在各種不同的核能優勢是一個比較危險的 應該是要用其他的方式來替代 那再來就是我剛剛也說了就是 如果要追求這樣子的才叫做能源安全 那代表這個政府沒有辦法尋找其他的選項 那然後呢如果是按照沒有辦法尋找其他的選項 就是政府的借口的話 那也就是說我們必須再建更多的核能發電廠 才會有能源的安全的話 按照這個邏輯 那更多的核能發電廠就有更多的核廢料 那這些核廢料的問題 它所可能導還有核電廠本身的風險 就是有更多的核電廠就代表更多的風險 對嗎 那更多的核廢料就導致更多的衝突 那所以為了這個不安全的選項 來填所謂的能源的安全 這其實是一個就是 喝毒藥來就來當作治病的一個挪子 那再來就是必須考量到就是 我們台灣真的在目前的核能技術上面 我們都沒有自己的真正提出解決的方案的這個能力 也就是說過去三十年來 台灣在核廢料上面都是一直依賴說外界 就是西方各國可能會找到最後的儲存辦法 那麼我們也可以到時候借用這樣的所謂的方法 包括就是請美國或者是其他的國家 把核廢料運到他們那邊去 我們付比較高的錢 請他們去做處理 那現實上面現在在各國都沒有找到這個最終的方式 也就是說台灣其實在這個科技選項上面 其實是一個高度的依賴 還有不知道答案在哪裡 那它所造成的這種不確定性 也就是說它的不安全的這個問題 它的不確定性極高了 那作為一個能源安全的角度來看 你的一個能源的選項造成它的後果的不安全性的這個可能性風險極高 那也不是做到能源安全 這是我的看法 所以最後來看就是核能發電成本高 因為我們到現在就是所看到的就是它把環境的成本跟最終儲存的成本都放進去的話 它的成本在不斷升高當中 因為在台灣你必須相對來講付出更多的錢去尋找核廢料的儲存的地方 再來是它在興建的過程當中的經費已經 預算已經成長了兩倍 所以它的成本又提高了 那再來就是因為要改善地震跟海嘯可能帶來的衝擊 所以防震防災的這些標準都要再提高 這又要投入很多的經費 那這樣子投入經費在這一個未來終究要結束 為什麼終究要結束 就是核能發電跟其他的化石燃料的發電有類似的狀況 就是它必須要有原料 而釉的原料其實就要用完了 在未來的50年甚至更短的時間之內 釉總要消失的 如果我們繼續使用這些釉礦的話 它總會消失 那麼能源安全在蓋了一個非常高風險 然後核廢料的問題會遺留至少萬年百萬年的這種核廢料的問題 然後依賴在一個50年就必須要終結的一個發電方式上面 這個能源安全會不會太划算 這也是另外一個可以考慮 那國家安全呢 國家安全的部分這個就更有趣了 就是世界上所有的學者都指出來 核能發電才是導致國家安全最有問題的部分 一個是說國家本身的問題就是核能安全 核能發電本來就是最有容易變成是大家在擔心戰爭 或者是恐怖分子攻擊裡面最危險的場所 就是恐怖分子甚至只要真的攻擊 它只要施放出這個風聲 那麼對這個國家的喘患能力就存在了 那再來是說國家跟國家之間 就是當我們現在在一個敵對國家的狀態之下 或者是有其他的可能會對我們國家產生威脅的這些國家 裡面的任何一個集團或者是有說政治團體 他們如果能夠劫持了運送核廢料的這些 包括火車或者是輪船 然後他們能夠成功的擷取核廢料 他們就有可能提煉出製造原子彈的這樣子的 或者是高輻射污染的這些武器 那這個一向都是國際上面的一個擔憂 也就是為什麼美國為什麼對台灣施加一些壓力 就是台灣的核廢料的儲存的問題都必須經過美國的批准 就是因為這是一個高度受關切 所以其他的電廠都從來沒有這樣子的擔心 而這個只有核能發電才是這樣的 所以在國家安全上面 核能發電才是國家安全上面的一個 以台灣來說在反恐能力上面其實並沒有經驗 那反而可能會是我們反恐上面的一個缺口 就算了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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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